扭轉了傳統的視覺角度 把戲以為常的場景做90度的旋轉 演員不只在台上挑戰表演魔術 還得跟地心引力對抗 這是來自法國的幻動劇團 以日常生活常見的物件為創意發想 在台北藝術節帶來的新馬戲作品 《星光時刻》 其實是很簡單 為了創作的 我們有一個地區 我們在一座區 我們一邊在一座區 我們在地區裡做我們的教練 我們有一個地區 我們有一個地區 我們能夠勉強的地區 我們也能夠做到一座區 然後我們是一座區 我們有個地區 我們經常經過過的小路 我們經過經常做一些碼式 能夠拍攝或是去玩牠 或是在某式的地方 融合肢體 雜耍 音樂跟物件劇場 《星光時刻》中的三個創作表演者 運用創意把生活中常見的紙 變成演員身上無所不在的紙環 或者是漫天飛舞的白紙語 法國馬戲向來比較知性 對 就是他們喜歡在作品裡面 不是去展現那個特技而已 也去展現了他們一些正確思考 那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們會用了很多 或很簡單去嘗試生活的東西 但是賦予他們很奇特的一些想像 三人絕佳的默契跟鬥趣的演出 幽默中偶爾帶著驚險的畫面 結合多元化的表演形式 玩出一個顛覆現實的異想世界 例如我們不使用雜耍 雜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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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跟帽子一樣 這就是一種原因 我認為它會有大分別 就是我們展示所有的東西 都在那裡 超越日常無間的原有定義 幻動劇團的《星光時刻》